林佳儀吃素招聘裝清高 智慕沒用氣學大S再婚 有很多人來攻擊吃素的人 吃素為什麼還要吃什麼素肉啊 為什麼要這樣也要被攻擊 有有有有 還有說我們裝清高 素肉只是讓吃肉的人 知道這個東西跟肉的口感有點接近 對我女兒來講 它就是一個名詞 你不會想要講說這是大豆纖維蛋白排吧 曾被譽為罪證玉女歌手的林佳儀 當年因弟弟意外事故 開始如數至今17年 她也動念想開YouTube頻道 與大家分享正確的吃素觀念 我覺得這是大家不理解第一次 吃素真的沒有必要清高 如果你吃的不好 你非常容易營養不均衡 當然你可以做到不殺生 如果你吃素你可以減少殺生 這是絕對的 這也是現在很多年輕朋友覺得 他們希望用更環保更愛地球 愛動物的方式來吃 我當然是非常的樂見其成 那弟弟的事情會讓你覺得 對於生死的事情會有更少嗎 我跟我媽媽也討論過 我的孩子喔比較特別 因為他們是吃素來的孩子 而且他們很少的時候 是每個禮拜參加滿會的 孩子們呢對於佛法 他們跟我的認解 是有一定的程度的了解 他們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他們以前小的時候都看得到 不一樣的東西 對 那個所以 你也沒有就是去忌諱 聊到自己之後 剛才要怎麼樣 後續啊 什麼都跟他們聊過 他們都知道我們要一起去淨土吧 我說我去了淨土 我不會再回來 那你要找我們就只能去那邊 西方其樂世界 走就對了 新事業啊 然後像我又長大 就你開始有可以慢慢的 把重心放回自己身上 那還會想要有個伴侶 我沒有想那麼多耶 因為你到大S最近帶狗 有激勵到你嗎 激勵喔 我不是這麼有勇氣的人 我必須要這樣講 我覺得這真的是很勇敢 我覺得每一個人要踏進婚姻 都是要很勇敢 年輕的時候就是憧憬 那現在也經歷過了 就知道大概是等了一分事 你想要有那個戀愛的滋味 看看劇就好了吧 看看劇就可以滿足了 真實的生活 其實是有很多很多變數 對 很多變數 尤其是我自己開心 然後我希望我的女兒滿開心 是最重要的 我現在說死好像也沒有意思 遇到了就會遇到了 但我會不會那麼勇敢 我確定 那我追求什麼 沒有 我雷剛關起來的時候 我是急著 你要追求我 我也不會有感覺 我看都不會看一眼 如果不會讓我的生活變得更好 那我自己可以很好 Why not 了解 我自己一個人吃飯 我不用擔心你喜歡吃什麼 那如果有一個人要加入 我連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吃素 我都要想說這樣你會委屈嗎 到了這個年紀你還想要委屈嗎 我覺得我的屏障就設在那裡 不是每個人容易跨得過 我對於生活跟我想要的未來是比較 怎麼講 嗯 清楚吧 感情已經 嗯 學活人 學活人 只差沒有出家